上次台北市虎林街 17年前发生过 秦沙灭门的命案凶宅 经过整修出租给不知情的房客 只是房客来来去去都住不久 其实除非是全国知名的凶宅 要避免不小心买到凶宅的方式 还是得勤劳一点 到当地多打听多走动 布满灰尘的浴缸市命案城市地点 曾经有人在这里用电锯和刀杀害同事 之后房客始终来来去去 这里是嘉义水上香 台中酒店小姐因为感情问题 全身穿着红衣在老别墅亲身 之后诡异事件一再发生 凶宅因为它在残掉上面确实有难度 如果不是全台阶支的凶宅 时间还会冲淡一切 像是台北虎林街的灭门血案 过了17年 现在整修成小套房 都给不知情的房客 避免买到凶宅 还是得靠自己双脚到现场去问问 附近邻居 对对对 22老婆就多了 对不对 现在还有人住在那里 我们现在就在凸宅 没有人家说 现在就在凸宅 在凸宅里面说 听他说也很厉害 很厉害 今天他们都拆好了 对吗 不然就来 他们又跟他们都在凸宅 但是如果遇到比较远的地方 不方便前往 民众也可以到凶宅网 和网友一同讨论 或是翻找旧报纸找讯息 避免在不知情下 砸大钱和另一个空间住在一起